我没有看到许多人在反抗 但是可以说1989年许多人没有接受这个教训 就会发生99年这样的事情 另外一群善良的中国人被杀戮 被制压 被残害 又一部分中国人这只是默然 所以说我说黑格尔说 人类从来是不吸取教训的 永远重复的是历史 知道历史怎么办还是重复的历史 这是人的脆弱 我当时觉得耶稣是个英雄 就这种感觉 我说那信吧 但信完之后 我就去北京钢瓦石教堂 去那之后 没几天我看 这地方怎么 国安的一出那方跑这来 政治出不怎么 这地方他们也来镇压来了 结果当时有一个叫杨敏 杨敏 杨敏 杨牧师 有一个杨牧师在钢瓦石 就在94年 讲讲道被几人 啪架下去了 因为什么 他跟海外教会关系很好 就把他架走了 换一三字的 一党员跟着当牧师 我说这地方太不清静了 再见吧 不来了 我就自己跑那个温活宫去了 成为那白大法师的官门弟子 我这顶儿初一十五拜拜就完 那白大法师一见着我说 小张你也成佛呀 因为我朋友告诉他了 说你能为别人去死 就跳出三军外部在五行中了 我说我要成佛的话 也就是罗汉级别的 后来我也感谢主 我等于到巴黎 我就在这边读了神学院 美国的一个福音神学院 正好我来01年 01年他就在那里 设立了一个神学院 那我就正好有机会到那里 但是后来我是怎么样决心 去读这个呢 有一次我去台湾文教中心 我本来是借几本书 台湾文教中心都是 台湾当时反映历史的书 我一进去之后 你猜怎么样 有一个福音布道会 是台湾来的 其中一个女孩唱一首歌 我坐在最前面 她唱什么呢 People is loud 人民需要主 但是看完了 我当时也在哗哗下了 你知道为什么 就说我们中国人啊 真的几千年来啊 几百年一百多年以来 为了中国民主 实现中国的自由平等民主 多少人只是抛头楼撒千许 最远的从这个辛亥革命啊 那说到现在 我们八九年 包括很多现在很多人 真是所争追求真理正义啊 留了多少血 死了多少人 我们都没有看到最终的果实 但我相信因为看到 我说人民需要 真的是需要民主啊 但是人民最需要的是主 真正真理 真理道 所以我当时说 哎呀 我就成为愿意献给主了 就是说本来是基督徒 我就作为传教士 而且神也用一句话 圣经上一句话 告诉我 我说我为什么要每天在这读神学 天天报着圣经 看着这些 主持圣经 没别的书 全是圣经和相关的书 我说为什么要这样呢 有天神 我向他祷告 他就对我说 你在你们当中 用神明记二十一章 这句话对我说 在你们当中 就是说在一个旷野 有一个人被打死了 不知道谁打的 附近那个城市里的那些人 最有可能杀他 然后把这个城市的长老叫来 叫到一个旷野里 在旷野里呢 把一个牛犊 打断他的头颅 打断他的颈骨 然后在上边洗手 他说我没留这个人无辜血的罪 那圣经上 圣经二十一章说 假如你们这么做 在你们当中 留无辜人血的罪 就被免除了 原来神就告诉我说 那么多同学死了 那么多市民死了 谁杀的 很多人说没杀 很多人到今天该杀 谁杀的 那我谁也告诉我们不是英雄 让我们这些八九的同学 你们就当为现为活计挂在这里 那我们就在道义上 永远用高度去凌视共产 这个邪恶政权 好 那你们说你们没有杀 到今天 我可以说 这共产邪恶政权 从来没有向中国人成立错误 害了那么多人 记得他历史上 他已经翻过来 他也从来不承认错误 因为什么呢 他不敢在圣洁的真理面前去洗这手 因为他满手沾满了中国人的血泪 所以我说我今天独身艺人 我在法国也是做基本的生活 清教徒的这样生活 我说我不想让任何人能说出我们这帮人 我们不是闹种 国去将来 现在都不是闹种 你们没法通过我们私人生活 我们个人的这种生活 这种德行上自在 至少我们有一批这样的 所以说今天在法国至少说 在很多场合 我可以永远临时你 我们八九这种热血青年 我今天有尊严的活着 我们每天都在写历史 我们要对历史负责 我们就在历史当中 我觉得我们今天都是在历史当中 我们今天活着 已经不再为自己活着 是因为我们为基督活着 在圣经上说 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我们就为追求真理而活着 社会上总有这么一批 可能会被成为傻嘛 但是我愿意去这么去做 也许带壮的投过学 但是总得有这么一群人往前扑 只要我们这一群一群人 不断地往前扑 一群一群人不断地去向前进的话 这就是中国民主的了 这就是中国人真正追求真理 这样的教导 所以我今天这样的服务我也愿意 尽管我也四年多了 又看到自己家人 我想会更长地实现 可以说我来法国 我没有往家里用一分钱 但我也愿意把我 仅有的一点生活数 挤出一部分 也号召那些同学 去给我们那些受难的同学 我想我这样也带助很多同学 他们这么做 我要告诉他们 我们是一群不同的中国人 我们所做的这些 就是要一浪又一浪地 去冲击共产党这个根本 我来说的 我来说家人 我来说家人 为大家认为无竹 要让你一点心意 马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